5000年的历史演变,历史的不断分分合合,人口的不断迁移,使我国形成了56个民族,其中汉族是主要的民族,其他民族称为少数民族,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,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,呈现出大杂居,小居居的局面,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语言与服装,有一部分少数民族,还是混血的后裔, 其中有一个最特别的民族,他们长着外国人的脸,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国话,他就是俄罗斯族,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,黑龙江,内蒙古等的,总人口约有15393人,他们是古代俄罗斯移民的后裔,所以他们长着一张区别于汉族的脸,让人一看仿佛是俄罗斯人,但是他们却都讲着一口流利,地道的中文, 俄罗斯族的人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通常使用汉语汉字,而在与亲人好友在一起时,通常使用俄语俄文,俄罗斯族也完全汉化,他们跟大多数汉族一样,过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,与此同时,他们也保留着自己民族的特色,俄罗斯族大多信仰动政教和基督教,他们还非常注重文明礼仪, 例如,当大家道别后,要分手的人们必须重新坐下,静默片刻,然后再站起来,俄罗斯族的房子,也非常具有特色,他们经常将房子涂上彩色的油漆, 多用砖木建造房子,一般都是宽阔的平方,让人一眼看上去,就感觉到浓郁的抑郁风情,至于饮食,俄罗斯族大多喜爱小麦面包,并以此为主食,当然受到汉化的影响,也有俄罗斯族人以大名为主食,服装多以麻布为主,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, 当你看到长得像俄罗斯人,但是却讲着一口地道,流利的中文的人时,很有可能他就是我国最特别的民族,俄罗斯族,如今56个民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,俄罗斯族是我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给我国增添了许多光彩。 谢谢大家